我们欢迎我们玉龙的严陈丽莲执行长 洪海科技日益开场 玉龙集团执行长严陈丽莲 一身黑色套装搭配红跟鞋 乘坐白色Model C电动车出厂 这是玉龙与洪海合资成立洪华先进 推出的三款电动车之一 严陈丽莲表示 短短一年就端出成果 是台湾数十年汽车自主研发能量的展现 玉龙集团的纳志杰及中华品牌 将是红华先进品牌 产品品牌的首发客户 玉龙集团的自主品牌 电动车将结合红华集团的资源再出发 为市场提供崭新的移动体验 请大家拭目以待 严陈丽莲接棒玉龙集团后 积极朝卷行发展营收方面 上半年获利已见成效 电动车布局上 玉龙表示 Model C Model E 两车款 首发客户都会试纳智杰 在2023年底前先后量产上市 中华汽车也规划采用Model C平台 开发自有CMC品牌的电动SUV车 预计在二到三年内量产上市 产品推出之后要面临的是规格在2023年 是不是还有像现在一样的竞争力 然后消费者是不是买单 通电网路的部件是不是能够充足 这三款电动车在量产之前 其他竞争对手早早卡位 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将推出2.5万美元 约新台币70万元的平价电动车 福斯也预计打造约新台币60万元的电动车 ID-Lite 纳智杰首款电动车Model C 预计售价新台币100万元内 各大厂积极发展电动车 就看谁能先量产 抢得市占率 新唐亚的电视曾一豪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